过别将近半年后 马来西亚慈祭新山之会 恢复每个月一次的环保活动 民众把堆了好几个月的回收物 送到环保站 相隔几个月重摆环保站 志工手脚俐落做起回收 一样得心应手 做出了又开心 心情又好又美 可以把环境收视清洁 又可以爱护地球 年纪稍长的志杰志工 面对疫情也不敢掉以情心 政府有一个条例是说 他不是说60岁不可以出来 他是不鼓励你出来 他是说好像说 你觉得你自己还可以 你身体还没有问题 你要做你还是一样可以出来了 我们自己要加强我们的防备 把工作做好来 我们要减守他们的规律 起码我们要口罩 要洗手 要比温凉 有别于大量回收 这一波疫情也开启 另一个环保新局面 这一次的疫情 其实很好的机会 让我们可以规划 让大德自己下车来 去做分类 是很好的一个宣导机会 尽管疫情打乱生活步调 却也带来教育契机 让民众学习把资源分类 落实为日常习惯 大安新闻 真心美志工 马来西亚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